第九章 轰动 萨哥 尼赫鲁 额头渗出磕磕汗珠 来人眼神中那可怕的暴虐杀意 那种锋利冰冷的眼神 让人心计恐惧的眼神 简直 简直就跟当初全球直播时 那头令整个地球人类都惊恐的金角巨兽眼神一样 萨哥挤出一丝笑容 罗 罗峰先生 你竟然还活着 这简直 世界上人扎有不少 可是人扎到你这个地步 罗峰目光一寒 顿时一缕肉眼无法识别的念力 就仿佛一根尖针 直接刺入了萨哥的石海当中 萨哥石海中的那颗微型星球 就仿佛脆弱的豆腐 直接被刺破 哄 萨哥眼睛瞪的滚圆 有着惊恐之色 而后直接软倒在地 俯瞰了地面上的萨哥尸体一眼 罗峰身体一闪 就消失在了门口处 高空中 罗峰脚踏顿天梭 化为一道流光 朝美丽间方向飞去 从出生到如今 罗峰并不是什么烂好人 也不是什么伸张正义的英雄 只是 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底线 这世界上人渣很多 罗峰也不会正义感爆发 去惩罚每一个人 毕竟 有光明就有黑暗 可是 阿特金 萨哥 尼赫鲁 沿海 这三人为首的势力 最让罗年暴怒的是 对几位英雄遗留的亲人 或是威胁 或是明强 莫汉德森 伊斯特 特里帕蒂 辛格 贾义 索克洛夫 你们死得很光荣 而这三个混蛋 让你们死后也不得安宁 我绝不允许 罗峰目光看向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方向 按照巴巴塔 渗透全球网络监控系统 查探得知 阿特金现在就在 美利坚华府基地市 华府基地市 因为时差 这里正是深夜时分 豪华轿车停在街道旁 他已经到了 听到电话中传来的声音 轿车内的阿特金 眼睛瞪得滚圆 不好 罗峰真的没死 他真的回来了 阿特金额头不由渗出冷汗 同时脑海中迅速地 闪过一个个念头 毫无疑问 罗峰先击杀沿海 现在应该肯定是去击杀萨戈 尼赫鲁 那么下一个 恐怕就是他阿特金了 怎么办怎么办 这罗峰心狠手辣 实力又那么强 阿特金越想越急 急得额头 后背都不断冒汗 七 怎么想都是死路 赶到罗峰家 拿他家人当人质 不行 他家有金属机器人 能挡住我 而且从美利坚赶到华夏园 太远 我的速度没有罗峰快 肯定中途被截住 阿特金思考着诸多方法 又迅速否决一个个办法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地球就这么大 以罗峰的能力 我无处可逃 阿特金一咬牙 只能这么办了 随即 阿特金拿起手机 迅速拨出电话 给我马上 以最快速轨召及 整个华府基地市的重要媒体 并且通过我们 H2联盟 通知全球各个基地市的媒体 这一夜 注定不平静 地球第一人 H2联盟的议长阿特金 开始了他生命的挣扎 华府基地市最大的广场 自由广场上 在深夜时分 一辆辆新闻媒体车辆赶到这 并且那高分贝的广播声 硬是让周围大量美利坚民众 从睡梦中醒来 当看到自由广场上的 大屏幕亮起 周围大量车辆 顿时吸引不少民众下楼 H2联盟议会议长 即将宣布一个 震惊全球的消息 下一刻 相信会球会震动 是的 不要怀疑 H2联盟议会的议长 现如今全球第一强者 他即将公开宣布 一个大消息 各个媒体立即进行报道 而且自由广场的大屏幕上 也出现了当年 红 雷神 和吞噬兽死战的场景 也出现当年的 六位英雄入海的场景 还有八英雄 每一个人的详细介绍 屏幕上怎么显示 八英雄的事迹 难道宣布的事情和八英雄有关 难道变成植物人的红和雷神苏醒了 首先是广场周围的一座座高层住宅区的大量居民都下楼围过来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H2联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甚至于直接操控着部分媒体 阿特金更是不顾一切砸钱给一些其他媒体 令全球各国大量媒体同一时刻进行转播 网络上各个门户网站都出现弹窗 美利坚此刻是黑夜 可是欧盟国那里却是上午 华夏国 印度国这边更是一天最炽热的时候覆盖电视 网络的直播 令全球无数人瞬间都知晓 怎么回事 什么大消息 竟然是H2联盟议长亲自来宣布 全球各地或是上网的或是看电视的都第一时间发现 就算一些忙着工作睡觉的人也被朋友们通知 很显然 有大事要宣布了 华府基地市 自由广场 让我们欢迎H2联盟议会议长阿特金先生 聚光灯下 媒体的长短腔下 穿着白衬衫 黑西服 显得非常正式的阿特金走了上去 那股操控宇宙能量形成的气势 自然令周围安静下来 这显然是一位超越战神的存在 是需要普通民众仰视的 各位 看到直播的全球每一位朋友 阿特金脸上难掩激动之色 今天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他 天才横溢 是最年轻的超越战神的精神念士 他 曾经独自一人 击杀数十头王级怪兽 一头兽黄 他 和吞噬兽最终决战 击杀吞噬兽 让我们人类免于灾难 他是谁呢 阿特金波动万分 同时 后面的大屏幕上 顿时出现了当初八英雄时 冠于罗锋的资料片 罗锋各个时期的光辉历史 大量照片 文字 视频 接连出现在大屏幕上 是的 他是罗锋 我们地球上最天才横溢 最伟大的天才 阿特金声音激昂 电视直播 网络直播前 全球无数人都似乎回到一年多前的岁月 那个让无数人提心吊胆 感觉末日来临的岁月 对于逝去的八英雄 在他们心里 那就是八位救世主 而其中最年轻 且做出最后必杀一击的罗锋 更是被无数人崇拜 敬仰 我佩服他 敬仰他 我为他的失去伤心 我为他的失去遗憾 人类失去了一位风华绝代的天才 阿特金忽然神秘道 但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头到尾 没有人发现罗锋的尸体 当初进入海底的强者 只是看到吞噬兽的尸体 并没看到罗锋的尸体 寂静 整个自由广场猛地寂静下来 紧接着就是喧哗 声无法压制的激动议论声 是的 你们的猜测没有错 阿特金声音高亢无比 我今天要宣布的消息就是 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罗锋 他还活着 是的 他还活着 哄 整个自由广场沸腾了 哄 全球各国无数电视机前的民众沸腾了 无数电脑前的人们也沸腾了 这一刻 整个地球都沸腾了 是的 华夏国 罗锋家一楼客厅 旁边是婴儿床 罗红国 龚新兰夫妇和保姆 都盯着那电视屏幕 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罗锋 他还活着 是的 他还活着 电视中 那激昂的声音 以及现场那宛如要震破电视的沸腾声 令客厅中早就屏息 激动的罗红国 龚新兰 一下子激动喊起来 快 让小心回来 通知小华 罗红国 龚新兰都激动的连拨打手机 旁边婴儿床内的两个孩子 却是巴着婴儿床栏杆 瞪大乌溜溜的眼睛看着电视 巴巴 巴 其中一个更是指着屏幕上出现的 罗锋的照片发出了声音 罗华在自己公司的电脑前 而徐新也同样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他们都盯着各自的电脑 本来天气热 在睡着午觉的魏文 也被女友拉到电脑前 什么 魏文激动的张大嘴巴 极限训练营 当初罗锋的老师江芳 也在电视前 当初曾经追求过罗锋的珍妮特 和一位追求他的男青年 在一条步行街上 停下仰头 看着大屏幕 全球无数人关注这一幕 巴英雄 本来就宛如救世主一般 更何况媒体的宣传等等 早已经神话 而现在 他们其中最年轻 最天才横溢的那位 还活着 这话还是由 H2联盟议会议长 对全球宣布 我知道这个消息 波动得难以入眠 所以忍不住 要将这个惊天好消息 告诉每一个人 他是我尊敬的英雄 无比尊敬 阿特金似乎因为崇拜的英雄活着而无比波动 而电视前 电脑前 戒头屏幕前 全球无数人们 却是真的激动万分 他们并没有怀疑阿特金是伪装 在他们看来 尊敬巴英雄 那是很正常的 忽然 自由广场上方 一道流光迅速坠下 而后停下缓缓降落 整个广场 包括阿特金都安静了 全球电视机前 电脑前无数人们也安静了 整个世界安静了 所有人看着那道身影 他穿着军用长裤 简单的背心 一头黑色短发 一双眼眸幽深如海 从半空中缓缓降落 那无形的气势 甚至于隔着屏幕 都让人感觉到